現在呢在進入到內閣改組之後 大家都在想說這個實際上是不是有真正的有讓新內閣要帶來新氣象跟改變一下新的這個局面呢 可是現在看起來喔似乎並沒有 所以被認為怎麼樣 所謂的鬥雞內閣現在變弱勢內閣了啦 怎麼回事呢 其實像是國民黨團他就有點名了 有認為說四位首長不應該繼續留任 包含陳明通 吳釗燮 衰月園 薛瑞園 還有呢陳耀祥 那我們一一來盤點一下 現在接下來有哪一些人呢 預計呢確定會留任的 好我們看到經濟部長王美華還有勞動部長許明春 好這一些呢被留任的之外 還有很多人呢是現在講說有可能會留任的包含哪些人 好我們就來看看呢 現在呢包含的剛剛講到國民黨團認為說你應該要請辭的 除了陳明通確實現在已經請辭了 但是我們看看幾個被點名到的 外交部長吳釗燮 衛福部長薛瑞園 好現在被認為預計會留任啊 怎麼回事呢 因為薛瑞園被認為說呢 因為考量他的這個疫情啊 還有呢衛福部相關的業務 都是相對熟悉的 所以留他來續任 才不用一下子呢 在目前畢竟還在這個疫情期間嘛 才不會說呢這個所有的業務上面呢 有不熟悉的情況 但是大家還記得嘛 他有涉及所謂的疫苗前課的爭議 還沒有解決啊 你這樣子的一個內閣改組跟美改一樣 這樣子有辦法讓民眾給信服嗎 好另外呢還包含的是農委會主委陳吉仲的部分 好現在也被認為了 因為他呢被民進黨給讚揚說 他是有完善所謂的農民福利 所以呢 蔡英文啊強力挽留他呀 在這個部分呢也被酸說只會撒幣啦 所以現在看起來整體而言 並沒有真正的帶來新氣象 所以呢實事評論員黃陽明就說了 這18位的新內閣名單 只有7位是新任的啦 11位呢預計都會留任 那這樣子根本就是維持現狀啊 那也只是換個院長換個門面而已嘛 好我們就來看看網友的看法是什麼呢 我們來看到的這個網路這邊的 聯合報所做出的一個民調 認為說呢哪個首長最應該要換人 我們來看到的被認為最該換掉是誰 就是陳吉仲啦 你看到呢他拿下了18個percent 所以呢就被認為說 你所謂民進黨所認為的什麼 完善農民福利啦 這個真的是有替老百姓做事這件事情呢 顯然是直接打臉了嘛 喔再來呢 第二名的被認為應該要換掉的 就是王美花了 你看到他拿到16個百分比喔 也是呢相當的高喔 緊追在陳吉仲後面喔 也被認為說應該要把他給換了啦 因為我們的經濟喔 現在呢百姓哭不堪言嘛 經濟沒有真正的提升 你要怎麼跟我說 你應該要續任呢是不是 這個所謂的政治責任 你也該負責一下吧 好除此之外呢 我們也來看到了 拿下12%的是薛瑞元 好現在呢 呃 執政黨認為說他對於疫情啦 衛福部的業務啦 都相對熟悉 他應該要續任 但是還記得吧 這個前課爭議啊 事情沒有解決 民眾對你的信任度 那是會大打折扣的 好另外呢 拿下10%的就是呢 吳釗瑟了 好也被認為說呢 不應該繼續待在 現在的位置上面 應該要換一換了啦 好除此之外呢 我們來看看呢 升官的有誰啊 好我們來看到了 政務次長呢 然後莊翠元他升任財政部長 好這個呢 也被學者認為說啊 他本身啊 這個遠見也不夠啦 所以呢 真的面對了 財政上的一些困境的話 你能夠真正的替我們來解決問題嗎 好除此之外呢 我們來看到了 現在內定啊 文化部長應該就是會由 高雄的副市長使者來擔任 可是呢 他這個是過去有功啦 什麼樣的有功呢 不是說對全台灣有功 而是對陳菊有功 為什麼 因為他是陳菊的左右手 而且呢 當初還幫著陳其邁來罷免韓國瑜 被認為啊 這是民進黨的大功臣之一啦 好 除此之外呢 我們來看到立委管碧琳呢 好現在呢 預計要來接任海委會的主委 但是呢 他本身有沒有這相關的背景呢 好所以就被批評了 根本就不具海洋事務管理的專業 那你怎麼能夠升任現在這樣子的位置呢 好也難怪了 國民黨的立委曾明中會說了 他說內閣現在是越改越糟 每況愈下 那陳建仁接下來呢 根本就會成為 蔡總統代理人的內閣 也就是說呢 你不管做什麼事情 都要聽命 蔡總統行事嗎 好現在呢 前副總統陳建仁確定接下了這個行政院長 但是呢 公布的這一波 內閣的名單喔 現在看到了 整體來說 表現不佳的王美花啦 吳釗燮啦 陳吉仲 通通都留任 外界就嘲諷了 這根本就是一鍋回鍋肉啊 所以呢 這個愛嗆聲音的陳宗燕來當發言人 薛若元 繼續當部長 甚至呢 剛剛講到的 罷韓總指揮使者 都要來接掌文化部了 這也難怪會被酸說 根本就是鬥雞內閣 準隔魁陳建仁公布首波閣員名單 19位中12位是縣職留任 幾乎等於原班人馬繼續做 其中陳嗆大陸是那個國家的陳宗燕 轉任政院發言人 還有他也傳出江流任 委員可能搞不清楚說 他責到什麼樣的責 還沒補給 反正我們兩個有一個人會去抓去 外傳高雄市副市長罷韓總舵手使者 將當文化部長 搶立委的花進群也可能留任 就內閣改組讓籃尾看傻嘲諷 難道是會吵架的通通賞嗎 這些首長在立法院裡面 容易跟在野黨來吵架 難道這樣子的一個鬥雞的內閣 會讓接下來民進黨執政越來越好嗎 鬥雞型的內閣 一定要回去 蘇貞昌的內閣的時代 他們說現在這個陳建仁內閣 是一個什麼溫暖內閣 這什麼叫溫暖內閣 等於是放狗咬人嘛 你讓你的部長去咬 這叫什麼溫暖呢 任內發生三次大停電的經濟部長 王美花確定留任 被算是全世界絕無僅有的斷交部長 吳釗燮渴望留任 高不定農漁產品的農委會主委陳吉仲 也因為蔡英文成立挽留不動如山 說好的有政府會做事試鎮的嗎 王美花因夫而貴嘛 她是因為顧綠雄的老婆啦 那顧綠雄是御用律師嘛 其實就是信任的意思啦 陳吉仲那基本上就是做人情啦 所以她是幫小英在估算這一塊要有多少票 她這個內閣是準備跟賴清德的民進黨黨中央相抗衡的 中華民國的資源變成民進黨內鬥的一個資源 內閣改組招嘲諷是一國回鍋肉繼續燜 沒能力的大關繼續留 會吵架的閣員通通上 蔡英文主導的內閣 不知會呈現怎麼樣的新氣象 記者謝宏如陳怡榮特別報導 我們常常都講說換湯不換藥 現在呢是不換湯藥也不換啦 通通都沒有在換是不是 好顯然呢這個改組改起來呢 讓人民很無感啦 不如我們來看看呢 現在神明怎麼說呢 我們來看到的就是彰化社頭這邊喔 抽出的一個農木籤喔 最後一句就頗有意思的 因為呢特別有講到陳吉仲的吉啦 意思啊 親吉脫塵埃 是不是真的就可以脫塵埃了呢 好我們來看看呢 現在普遍怎麼認為啦 包含呢是農業界覺得說 啊陳吉仲呆或不呆啊 不期待了啦 反正呢也不意外 你不要期待你就不會受傷害 好還有網友說 哎這個是笑死人了喔 留任那不就是又要來灑壁了嗎 好確實呢現在被認為說 這個很有爭議的組合呢 繼續的來續任 那原本呢都已經傳出來說 那委會主委陳吉仲說 要回到學校來任教嘛 結果現在呢又有媒體報導了說 蔡英文啊強力挽留 所以呢她就繼續留任了 所以呢她就繼續留任了 這個雲林這邊的菜農 林嘉欣就痛批了 說只會撒錢給補助 那對於農民其實沒有實質的幫助呀 這彰化引南很多的大型合作社 得到補助卻一一的倒閉 農民朋友真的都只能自求奪福 你看我們農委會主委陳吉仲 留任了啦 對農民朋友來說 新的一年開始了 這是一項大喜事 我們要為了家庭為了生活 大家都開始打招 我們憤慮的是 我們的主委又連任了 留任了啦 你看這麼多年來 許多合作設廠 許多大型農企業 爭相勤零補助 都在崇拜陳主委 這些年 從彰化到雲林到嘉義 甚至到屏東 都是主委一手拉拔的農企業 大型合作社 一一倒閉 都數億以上 甚至數十億的金額 在走路 在倒拼 這都是我們農務的補助出來啊 領了這麼多補助 這些農企業都無法生存 那到底 我們農業出現了什麼問題 我想陳主委最了解 但執政黨不管 只要大發補助大傻幣 依然會有崇拜者跟隨者 只要下鄉 就有補助 就有錢 誰說了算 除了在立法院電堂說的 我說了算 那我們這些法令 這些條文 這些補助措施 置之何地啦 除我一人說了算 哪在這裡 我也供給主委 哪也要 像這些農民朋友啦 說一聲大家自求多福啦 齁 如果 升官發財之道 就是跟隨民進黨 那農業台灣目前的困境 如果你要發財 你要賺錢 那就跟隨陳主委 只要你崇拜他 推崇他 只讓他做新聞 那你就是一個好信徒 我相信 農業路上 你一定會又富又貴啦 那不要像我這種叛逆 齁 就是主委的所謂的叛逆者 一輩子領不到補助 也得不到主委慣愛的 你只要自求多福 扣自己打招啦 國安局長陳明通確定請辭 由外交部次長蔡明彥來接任 另外王洪威認為說 雖然她下台 但是關於論文 學術倫理爭議要追查下去 下台之後才是就責的開始 也點名了王美花 薛瑞媛陳吉仲也應該要下台 並不是只有蘇貞昌陳明通要負責 拜選 國安局長陳明通雖然在千呼萬喚聲中 終於要下台 但是他所涉及到的 包含論文抄襲 敗壞學術倫理的問題 事實上這個責任必須要追究下去 我個人早就向台大去檢舉 陳明通身為林志堅的一個口試委員 早就應該處理他的學術倫理的問題 但是非常可惜台大迟迟沒有處理 也沒有給我任何的答覆 現在陳明通他下台之後成為一屆平民 他當然應該去針對他過去陳教授的責任 應該去追究而且應該要去負責 包含他對於鄭文串的論文抄襲 包含他對於林志堅論文抄襲 甚至口口聲聲說林志堅的抄襲是冤案 這樣子的一個態度 這樣子的一個敗壞 台大聲譽 以及踐踏學術倫理的問題 應該繼續的被追究下去 新內閣人士一一的底定以及公布 但是到目前為止 我們真的看不到新內閣有什麼新氣象可言 特別的是在內閣裡面有一些備受爭議 而且是高度政治性的部會首長 包含農委會陳吉仲 衛福部長陳薛瑞源 以及經濟部長王美花 一一都被留任 這些人事實上也是民進黨在九合一的戰犯 不是嗎 可是看起來新的內閣把這些 具有高度爭議的部會首長一一留任 這是什麼意思呢 這代表原來九合一的民進黨的大敗 他的所有的責任只是在蘇貞昌的身上嗎 只有陳明通一個人的身上嗎 換掉蘇貞昌跟陳明通就足以對社會大眾交代了嗎 台北市議員徐曉鑫說 陳明通就是民進黨的豬隊友 但論文抄襲官司未了 民進黨還會繼續施血 下一個可能會捲入學輪爭議的 徐曉鑫直接放話點名 就還有前平通縣長潘孟安 只要他入閣那就會把他公布出來 民進黨雖然說他這次在行政院長上面 鋪了像陳建仁這樣子的人 可是民進黨有非常多的豬隊友 他們就是不肯放棄 像是陳明通就是其中一個 坦白說 你說鄭文燦為什麼他可以接覆格魁 他明明也有介入到這個 所謂抄襲的真影 因為他第一天就跟大家道歉說對不起 可是你看陳明通的態度是什麼 林志堅的態度是什麼 他們還是對於正煌 我們這麼優秀的一個公務人員調查官 去這個軟土深掘 讓他往死裡打 那這種時候會讓大多數的民眾 是站在余正煌這一邊的 所以我告訴大家 這個官司還沒有結束 還會繼續再打 所以像陳明通他即便喔 現在斷尾求生了嘛 必須要讓他走 不然的話對於民進黨 失血會越來越大 可是陳明通跟林志堅 對余正煌的追殺 我要告訴大家還沒有結束 所以這件事情我認為在2024年會繼續延燒 尤其是余正煌陣營很多資料是還沒有公佈的 那他會隨著一些每一次的官司的進展 然後因為我這樣跟大家解釋比較清楚 陳明通他的論述 都是奠基於余正煌的說法之後 他看到余正煌的說法 他就會編一個故事 可是問題是余正煌並沒有把他所有的東西一次講出來 這就會造成說陳明通編造的這個謊言 在余正煌拿出第二份第三份第四份資料之後 就會不攻自破 所以現在陳明通的問題在這個地方 他瑟瑟發抖在這個地方 所以你不要想說你在法庭上面 你能夠占到便宜 然後你想要力挽狂來顛倒是非 這件事情還是會繼續造成民進黨的失血 我們很早就已經把這個 潘弘還有兩本論文 對他很早的時候論文就被比對完成了 然後但是因為遲遲 就第一次說他要選哪裡哪裡 然後後來也沒有 然後第二次說他要去哪裡哪裡 後來也沒有 所以這些資料就一直被保存起來 我們要等到他有一天 足以擔當大任的時候 再一起拿出來 而且尤其是民進黨的新任主席賴清德說 要解決血倫問題 所以如果你們裡面還有血倫問題 也就等著要被賴清德給解決 旺旺水神抗菌液 它的成分是微酸性電解次氯酸水 它跟病毒作用還原之後 它是還原成水的 所以對人體包含孕婦對兒童都沒有影響 重要的是它一天用上好幾千次 好幾把氣都沒有問題 很好奇在哪裡買吧 直接上快點GO